嗨,我們今天受聽報道有意識,我是競賢 來,今天跟大家介紹 他從高中的時候,他說是在設計的公司做人 小弟,是工商店 那他比較之後,想要去工庫公司 結果呢,從工庫公司一直到現在 他自己有一個很大的工庫,設計公司 自己開的,叫做大喜堂 我們會常常看到他的工庫 我們要給大家一一介紹,現場好問的是 莊喜善,他說叫大喜就好 叫我大喜就好 大喜你好 你好,競賢你好 其實大喜有做過,我們都會記得的工庫 例如說金城武的工庫 那一期是怎麼想出來的 那一期工庫是經過一次的逼格 那時候,張榮航說他剛好要做一個 公司的平白工庫 所以那時候就出一個逼格的科企 變成只是科企的藝術就對了 這個科企就有三四間的公庫公司要來去逼 或是因為一次的逼格 我們公司就是我這邊出順化的東西 來逼得到 那時候想到這個工庫是因為 張榮航之前的總裁有說過這句話 出國就要用心看 不要只用眼睛看 這句話有比較感動到 我們說真的 我們說真的 很多人很高興是眼睛看 要用手機來看 但是很難得有人用心真的在那裡看 所以這句話我剛剛很特別 很處理 也很有那個寵度 所以才有這個金城武來去工庫 其實那個大喜公 那個長榮航說金城武的工庫 他讓人注意到有一個金城武的手 而且他寫一個ICU 其實到現在我想看過都有一個印象 就是說他可能當我們的生活比 也有人見過 可是他把它彰顯出來 是 那就是說 其實他就是一張 在那個長榮兵的一張加棟手 你如果真的有一個心情坐在那裡 喝一個茶 在那裡的風景 其實一張手就變得很有畫面 像是一首詩一樣 對啊 你會聽到那裡用風吹 像是時時時時時的聲音 你會覺得這些東西好像在唱歌 對啊 那個心情的問題 會讓你覺得你看到什麼風景 坐在什麼地方 那就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風景 不一定就要去到哪裡 對啊 你去到出國的時候也是嘛 反正是一個行李口 但是對你來說 那個行李口 反正是在未來一世人的一個轉捩點 有可能說你在那個行李口 剛才到你未來的另外一半 還是看看什麼很趣的故事 這就是用心看 他說用心看 其實我覺得大使在說用心看 第一是 現在說到有夠多了 其實我們的消費者 也不可能大家用心看 看過不記得的多了 大部分都不記得 那為什麼我們會去說 我金城武當時在騎腳踏車 他在那裡的車子 旁邊有稻田 造成台東 那裡還會塞車 所以一個很成功的功格是會讓人一直會記得 還有效益 但是我要請教你 大使你是不是學功格 照理說我是學生對學美工開始出來 不是 開始就學功格 美工 美工的意思就是 我們說比較直接就是學學道 我們開始就沒辦法出來給我們栽培 我們就在讀書我們算航班 想說對學道有興趣 就要學做美工科 你當作學美工是差不多幾年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去學美工 高中二年的時候 就去世間的設計公司 我們就來學學道 那時候我們就每行學校算學生了 所以每天早上就要騎工民車上去公共公司 那時候我們設計公司在房間 公共的公司都在民生棟路 街人路 跟空的不去到地方 所以就不去 很多京 所以騎工民車就要過一個花崗球 然後騎到台北市 上完回來也差不多要下班 騎工民車 那時候騎工民車比較驚訝 對啊 這由紀斬開始 我是學美工的 希望做自己的作品 我的工作就是 打工民車去送別人的作品 對對對 因為老學有交代嘛 我們學工夫 我們就要自己比較伯格的 對不對 我們苦要比較吃 對啊 如果跟我們加 我們不是說義務就要跟我們加 所以我們也是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因為你說我剛才問你是學什麼 因為剛才這個時間跟公共 你有剛才要數位化嗎 就是都變電腦 這對你有影響嗎 當然有啊 那時候就是想說 我們就從各種日期開始學嘛 我們這就做夜間沒14年 三年工夫也學了差不多差不多啦 對啊 就想說接下來就要做兵了 那要做兵的時候 不然我們就其實剛才知道的 這兩年不要自己做兵做折 所以當時不知道要怎麼學 學到這種東西其實不要停 你也很有憂患意識 不然不然你如果出來 用淘汰就沒有後期了 你整整三年就沒有菜了嘛 不然就知道說 剛才做兵那兩年 全部都改做電腦 對 改做電腦 我們天后出來的時候 我們工夫也沒有去 就去吃氣嘛 都在練習 結果家裡說要找頭路的時候 人家說你要電腦 我就不要電腦 但是我用手的 那時候就像想知道嗎 像氣氛那些 那個海埔 以前都用人在握 現在都用電腦射出就好了 所以握桌那些菜 就沒有飯人可以吃 對啊 我和那時候的感覺就一樣 我用手的 所以比人家的電腦更嫌慢 對啊 我工夫又是在的 是說環境改變 對 環境改變 我們沒辦法了 我們就去 去環境的社會公司 那又對頭開始嘛 嗯嗯嗯 高中的時候對頭開始是沒關係 天后還在對頭開始 就說沒關係啦 這個 兩個年輕人 大家天后對不對 對啊 年輕矩矩矩矩矩矩 沒得跟他試試看 嗯嗯 對啊 那你換去哪裡 那我去一個 環境的社會公司 那邊就有電腦頭營嘛 我們就沒辦法像頭來去 我們就比較熟的嘛 嗯嗯 那當時就 比較熟的 平價小啦 平價小 人家就 就不然人家收留就不錯了嘛 因為 你就沒電腦 我相信你沒電腦 這稍微有學生的感覺 啊其實我們這個 做廚房的觀念就是 家裡外面有學生的 太多要有嘛 我們說什麼 我們就是教室要學出來 嗯嗯 對啊 他會給那種金紅腿嘛 哦 這樣他會給你整多久 你叫環境整多久 環境喔 環境你在變啦 但是 我是覺得說 心頭營業 不管怎樣變 我們就是一定要 自己對他走下去就對了 對啊 不過我們是說 因為你說學道是一個技術 對 不過剛才我們說 無論是台東這個進程武術啊 去配合公司的需求啦 來做作品 它需要是創意啦 不是只有工夫 這個部分如何自我訓練 哦 就是 就有了這個 成心萬苦 就對 以美教的工作公司 他就是 就從頭開始 可能有什麼叫做創意 嗯嗯 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從學到開始學嘛 我們就學 我們就看 看那個 真的會創意的人 是怎麼在想創意的 嗯嗯 啊現在這麼慢慢的 自己在想一些東西 嗯 看也要有那個機會 讓大家看到 對 啊之前當然 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有做一些東西 比如說 這個 之前這個 有做一台車 八大樓上面 那也是我們做的嘛 嗯嗯嗯 啊 做車的工庫是做最多的 也有做一些涼的工庫 比較便宜的補助 還是雜誌 那可能就不是 大家都有看 這種工庫 嗯 對 那是有一點 就有一點 但是 後來越看越清楚嘛 我們做工庫 就是要讓大家都看到 看有 有介意 也會 大家會去說 你最近我看過什麼工庫 這種工庫做起來 比較有趣 嗯嗯 對 那一直到 就有這個機會嘛 就是比到這個 做 那個 京城府那個案件 嗯嗯 我大家看到都是 已經是這個人 已經有做品了 已經是很成熟的時尊 嗯嗯 其實當時你說 由他送狗啦 齁 齁 開始 打地 嗯 你也要去一個 公庫的工庫做到後來 有的 還有沒有拿到薪水的嗎 哦 對啊 一樣 因為那些公司 好像 就不可以 沒什麼贏的 就說 沒辦法打薪水給我 嗯嗯 我想沒關係 因為你現在 我也不好嘛 你也不好嘛 啊不然我們就 對啊 因為我們就 當時那時候 我們要不要電腦 就要學嘛 啊你也不好嘛 啊我們就 人喔 也是要知道 要跟我們感恩啦 因為那時候 人發出薪水的時候 人不跟我們氣陷嘛 啊別說 人現在發不出薪水 我們就跟我們氣陷嘛 哦 對啊 他有薪水的時候 沒陷你不會 他現在發不出薪水 你說沒關係 對啦 那就不要氣陷 我們就不跟我們氣陷 我們氣陷 這就沒意思啊 啊如果這樣你是背後 因為你說 有一些比較代表作品 因為你比較有主案嘛 背後你去到澳門 我相信我們一般人 對公共公司 如果說到澳門 想說他就差不多 涼解的 會頂尖啦 怎麼氣陷 我那時候也是 哇 什麼必要怎麼說 差不多兩半年八個月的時間 這樣 去應該要再滷滷滷滷 這裡風向你 你怎麼滷滷 我滷滷 沒關係 你要好幾個機会 什麼樣的機會 我應該很吸引 對啊 夯平ゲ削 對 我也應該很吸引 但是我 我就跟我說 我還是腳踏比人更快 因為我每天都連心嘛 對啊 有什麼東西 我們就拿來做 沒關係 都在聯繫 我就說我牆手一定比人更快 你就給我試試看 沒關係 但是 可能他們的感覺是說 還要有一點 怎麼說 比較好的牆手 牆手來做 比較好 我就覺得沒關係 他就說 要不然你做一些東西來看看 我們就去本社長找那些 一些人沒有人要愛的説金 自己黏 做一些東西 幾十次就說 不然這樣就可以好好禮拜 之後差不多三個月 我們就用背貼去 你用八個月這麼貼 三個月給你出來 三個月我就用背貼去 怎麼會這樣 人生就是這樣 背貼之後 我們就想說 那時候有料真的比較刺激 想說 是不是我們真的是 沒辦法吃這種飯的人 照理說 我想說不可能 比人家打拼 真的 睡了少 吃了也不夠多 對啊 那時候我只要吃飯的問題 是要吃多少 那是怎麼這麼認真 你覺得當一個很成熟的廣告公司 你那時候不夠價錢是為甚麼 不夠價錢是為甚麼 但是我認為文化 開口沒辦法收工 這應該不是理由這麼對 對啊 但是公司這麼大間 對不對 要怎麼去做一些決定 我們也沒辦法 就想說因為我們當中這麼猜到 對 不過這個是蠻挫折 你說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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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創意總監 最重要的 大家注意到他應該是金城武術 今天也記得台東 也看到很多竹子 那一張竹子 他的竹子 他的竹子去說ICU 這個竹子跟這個竹子 還會紅到竹子 那回過頭來說 因為你這次做的 大家又看到你 是新宇航空有一個公格 很多人討論 他大概是什麼樣的 他真的很快 他點閱率是破百萬的 一百五十八萬 現在應該是 現在一百五十八萬 應該一百五十八了 這個是怎麼做到 因為我們說破百萬的時候 是一週而已 一週而已 對 那現在已經到一百五十八萬 這個不奇怪 怎麼做的 那時候接著這個竹子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 連我自己都是 我們坐飛機的時候 基本上是不會看那個影子片 因為很無聊 就跟你說你要做什麼 做什麼 你要系安全帶 對不對 氧氣在哪裡 因為人們都有一個怪票 說這東西我都知道 有什麼好看的 再來就是可能 比較教條式的東西 比較不容易去看 嗯 當然我是剛剛說 是因為這個 新宇航空 張國偉 張董事長 他對這個創意的空間 是非常開放的 他就跟我們說一個重點 就是安全第一 其他要怎麼做 他可以無意見 但是安全第一 他所謂的安全第一 就是要讓他看有 我這個安全的 這個設備 還是航幕 是在說什麼 要讓他記的 對 其他的創意 我們要怎麼做 他可以無意見 當然包括 他們這個 新宇航空的這個客戶 都很支持 嗯 所以才有今天大家看 這個影子片 當然 如果用這個動畫片做 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要讓這個 裡面 我們如果說 台語來說 我做這個紅子 對 要讓他看起來 有趣 可愛 會嫁 這樣人才看得下去 如果說 做的就普通普通啊 這個大家就想說 這個就跟一般一樣 對 照理說 這是對我們 開始在想這個卡本的時候 我們就是都加一個 這個客群 全部都設定好了 所以你們有看到一些商務課 也有看到背包課 也有看到單元家族 一家大小 兩個父母 然後一個小妹妹 還有一些比較年輕的 在過腳 這樣 去對應到其他 這些路律的一些 不一樣的年齡層 我們就對這個年齡層 去把它打開 所以大家看起來 處理處理的 這好像在說我 好像在說你 我看這個功課 我有那個感覺 其實因為他挑的 稍微冷 稍微困難 每一個人很年輕 因為每個人出國很多 對那種一開始有 前面還有空服員 剛才跟你說 有嗎 氧氣掉下來怎麼樣 其實這已經很有生意了 大家連看都不想看 看太多了 對因為常常出國都看過 這我就看過了 這我就知道了 放在哪裡都知道 你要跟我說 第二我希望我不要用到 你不要給我看 當然他為這個地方 是最挑戰大家不愛 去用到你要愛 所以他用動畫片 用到很可愛 而且你都還會懷疑 這是不是外國做的 嗯 那時候我們對這個 我們對這個 這個圍圓開始 設定開始 我們就是這個目標 就是這個圍圓 一定要讓大家看得到 就是國外的水準 因為喔 大喜堂這邊 這麼多年 跟這個這個 譬如說這三年 跟星宇 還是大喜本身 跟這個之前 這個長榮會合作 就是說 跟張董事長應該 我更正一下 其實應該是說 多年來 跟張董事長的合作 的一個默契 對 那有這個默契呢 可以很清楚知道 他的需求是什麼 而且我們必須要做到 什麼樣子的規格 那也就是說 他的要求 跟星宇航空的 所謂的精品航空的定位 那我們要把這個定位 做到就是 到了世界各地 大家會覺得 這是一個有水準的 航空公司 對 當我們把它定 是一個國際標準的時候 那就是要有一定 要有一個 怎麼講 對我們自己的個人要求 就要相當高 對 自我要求 在聽的 在這個訪問裡面 不過像你這樣 設計出來 你在做的時候 第一 我們希望是 國外水準 可是我們是 台灣人的業者 是 我們有我們的民情 是 他也是不太想 你在做的規定 有什麼困難嗎 困難最多 困難最多的 所在就是 其實是 對自己的困難 比較多 怎麼說 就是說 現在這個局情 這樣演習 是不是最好 再來就是 我們會 泰性 各國的一些作品 所以 其實我們有去看 一些各國的作品 我們可以 撐就可以撐 可以撐就可以撐 因為不希望 大家看 從頭到尾 跟我們吵人 這樣也很好 因為這是真的 不會注意 就是大家都看到 對 相困難的所在 主要 我再說一次 就是在圍這些紅色的時候 在熟練的事情 是說 不好 就應該說 在圍這些紅色的時候 要用看 就覺得 可愛、醋味、愛的教育 再來就是 裡面的局情 安排的時候 我們第一 要把安全 表演得好 再來就是 讓大家 他很醋味的 這個心情 把這些安全的 積思 或是這個行動 看好 對 其實這個 有很重要的美感 你背出去 全世界都在看 對 很多好作品 到最後 好像有涉嫌 抄襲 有白人的贏 這個就變得很不差 所以你們一開始就說 我有高高的水準 又不能讓我學會聯想 當然 當然 對 這真的是好 很愛很悠 對 想很久 最初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有機會 做自己的公司 他的公司 行銷 就是說 但是你這麼久的經驗 你覺得一個好的公司 我們要自己想 自己做 要有什麼條件 要怎麼這麼有效 有效的公司 對我來說就是 頭一個心態 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 客戶站在同一條線 把客戶的錢 當作自己的錢 我們要把自己的心態 跟這個立場 變成把客戶站在一起 第一 我們會知道客戶真的很愛什麼 再來 可以去解決議 想要解決的問題 對 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我們在這個醫生的頂端 我們要怎麼去 客戶心情 因為我們自己買的東西 也是一樣 可以比較小的 看我們可以怎麼去做 看我們可以怎麼去挑剔 對吧 人客戶在買的東西 也是這樣 對啊 他的醫生 再來就是做出來說 一定要想辦法 讓他可以把東西買出去 對 因為我們可以相信我們一次 反正人不會相信我們第二次 第三次 所以 到客戶站在同一個立場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想的東西 就差不多都是 會挖他在他的心裡 從他的立場 他的餐廳 去買出 他買一些商品 你說他航空也是 他是一個高規格的精品航空 對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把自己 站在最高的地方去看 我們如果是一個精品的時候 我們是要把東西送出去 讓全世界的人看得到 對 對啊 這就是最重要的心態的問題 實在說 好說就是 一定要花錢 像這樣一支片要多少錢 你怎麼方便說 這方便 因為這每天都已經說過了 這主要已經 這就是 中醫生大概三千萬 三千萬 當然啦 我們今天說好的東西 絕對介紹會比較高 這是一定的 我們說正經的 這是一定的事情 但是 這個好的東西 花這個醫生 主要就是說 客戶有相信我們的專業 幫手讓我們去做 其實在台灣 我們做這項 最重要的就是 客戶的相信 相信這個專業 因為 我們也是有做過一個客戶 就是說 他的相信他自己 叫我們做他要挨的問題 但是做之後 沒辦法就在欠說 你怎麼會這樣 這種事情我們也是有做過 但是 新語航空 不論張董事長 他的個人 他覺得說 我們要尊重人的創意 但是他有他的堅持 這樣變成我們兩方面 這樣配合下來 才有這種好的機會 讓大家看到 看得到 看得到好的作品 今天現場的好問是 莊喜善 他叫做大喜堂 好 你現在看起來是自己做老闆 哈哈哈哈 沒關係啦 也是當作辛勞在操 不過他說的很重要 我相信 我們都有機會 要拜託人來做事情 去這個 充分授權和相信 對對對 有時候是這個 成功很重要的因素 是是是是 我們今天感謝 大喜教授的好問 謝謝謝謝 謝謝我們等一下回來